耶稣永远爱你 云南的一座大山顶端 有一个与世隔绝的苗族村寨小水井 一百年前 一位英国传教士带着福音来到这里 成立古典四声部唱诗班 从那之后歌声代代相传 苗寨的群山峻岭之间 久久萦绕着唱诗班 美丽的歌声 因为一个外来人的出现 让他们的歌声一举成名轰动全国 旷野歌声 跟随两位苗族青年一起去探寻 在外来的喧嚣中 权衡对信仰身份和爱情的追求 周四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旷野歌声就在公共电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